人生不可能一帆风涮,有的意,便有失意,任何事物都是强对的,当我们面临低谷时,处处充满危机,似乎稍有不慎,就全盘皆输,这时候我们一定不要灰心丧气,好好的静下心来,对自己的过往做一般彻头彻尾的总结,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 如果你能从以下这四个方面认真感性自己,并且改正缺点,重整旗鼓,那么好运气,一定在不远的将来等着你。 一,是否过于浮躁,当下的整个社会,就是个浮躁的社会,生活节奏很快,一旦放松景气,稍有不慎,很容易跟不上时代的脚步,周围的人都在不断的努力奋斗者,为了自己的理想,为了家人的幸福生活,每日满步停息,四处奔不劳累,自己没有理由不去进步。 可是努力归努力,事情还是要一步步来做的,一定要做好规划,以结果未导向,安排好时间,按部就班的有序进行,才不会乱套。 这让我想起了刚刚看入工作岗位的自己,那是由于缺乏工作经验,能力也不足,经常被一些小事给纠缠住了,一天到晚看起来似乎正得很忙。 可是一到晚上回顾的时候,又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,没有任何收获,这让我非常的懊恼,于是变得焦躁起来。 白天面对客户的毫无止境的电话,很不耐烦,语气和态度也很不友好,因此丢失了两个很重要的客户。 那时的我才认识到自己太过浮躁了,事情虽多,但是还是自己没有把时间安排好,所以显得比较混乱而已,比我年长几岁的老同事,他们就显得成熟稳重许多。 不管客户如何刁难,他们都是一副心平气和的样子,耐心的解释。 不仅业绩领先,在公司的人员也特别好,因此,不管什么情况,着急忙慌都是做不好事情的,忙来忙去只会让自己乱了阵脚,最后赔了夫人又折兵。 尤其提醒新人,越不懂,就越不能浮躁,沉下新来才是进步的开始。 而是否过于傲慢,往往栽根头的人都有一个共性,那就是傲慢,有两种类型的人,第一种是年轻有为,自是公道的人,往往由于运气好,年纪轻轻就远远地站在了同龄人的前面。 仿佛自己能力无限大,无所不能,往往一旦形成这种骄傲自满的心态,就很容易栽根头,于是考虑欠舟,满赵行动,必然造成不良后果。 还有一种人本事都没有什么,仍然是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,认为自己干什么都是一包好手,往往事情的结果不尽如人意。 广书不略,永远没办法取得实质性的进步。 屈心是人进步,骄傲是人落后,无论何时都应该保持谦虚的姿态,始终向更好的方向看齐,努力学习,才能不断前行。 几千年前的伯陀时代,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赐出弘法,跟一些当时的智者探讨人生的真谛时,就曾经说过,很多人通过修行,都能获得的一定的层次,达到一定的修行境界。 当时就是不能究竟圆满,达到最终的打撤大物,是什么原因呢?就是始终放不下自己的傲慢,不认为自己的观念,思维永远是正确的。 既然放不下我剑,我指,就一定成不了剥。 可见,傲慢是每个人每个人生阶段都应该警惕的。 一旦傲慢心升起,我们就开始走下坡路了。 三,是否太过贪婪,人一天的时间是固定不变的,一辈子的时间也是很有限的。 我们不能把精力太过分散,有所得就必有所失,不可能处处都做到完美。 古时候有,忠孝不能两全,现代社会也同样如此,我们蒙语自己的事业,必然对其他的事情有所疏忽,家庭会照顾不周,等等。 很容易故此失彼,这是要我们自己去找到一个平衡点。 有的人既要做事业,又要顾家,做事业还不止一个项目。 往往同时做好几个,精力过于纷纷,事物太煩砸了。 还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,弄得自己心力焦脆,什么都想要分一杯梦,但是最终什么也没有得到。 与其这样,倒不如把精力全神灌注,聚焦在一个点上,这样就更容易取得突破了。 四,是否缺乏耐心,有的时候虽然我们很努力,考虑问题也很周全,仿佛是具备指线东风,但是结果却偏偏就差一个东风,而让本应该美好的结局变得残缺不堪,每次都是快要成功的时候就出乱子。 弄得自己前功尽弃,几大地摧毁了自信,往往越是这个时候,我们越应该保持冷静,仔细地思考,一定是自己还有什么方面没考虑到的。 著名的发明家爱迪生,发明电灯实测试了九百多次,都没有成功,如果他的信心完全被摧毁的话,可能早就放弃这个实验了,也许我们现在到了晚上,还是黑漆漆的一片。 可见,可见,耐心,耐力是多么可贵的品质,曾国藩曾经说过,凡成大事者,人猛俱罢,天意俱罢,一个事情最终能否成功,不是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,还必须得看看天意,如果上天不给你机会,你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达成目标的。 当我们一直处于失忆状态,陷入人生低谷时,别忘了好好的沉淀自己,反省自己,积蓄自己的力量,静静地等待着实际的到来,等到天时地利人和三者提出之时,就是我们的成功之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